那老師您要進到我們這個OneNote新的測試版 您可以到這個地方 在網址的部分您先到上面這邊 打一個Test 然後前面後面都一樣OneNote點內的就可以了 您從這邊進來 那麼如果說各位您之前已經有註冊帳號了 您就直接從這邊會員登錄 那您可以選擇就是用這些 如果您之前是用這些社群網站的帳號進來的 您就從這邊登錄 那如果說您要這個之前不是 比如說您是用學校的Email 或其他的 那您就從這邊登錄 當然其實老師如果您在註冊的時候 假設像我自己來講我是用Gmail 可是我並不希望說我還是透過Gmail認證 就兩個帳號綁在一起 那也沒關係 您在註冊的時候 您就選擇直接這樣註冊 還是田明區沒有信將會養護信將都可以 只是通過這個方式 他就寄一封認證信給您 你要去可能有可能會第一封也許會進到垃圾信 那可能您就必須要資源回收一下 那後續就沒有問題 這樣就不用跟社群網站綁在一起 還是可以用 那如果說您覺得 我今天先來參考一下的 您也可以用右上角這裡 像我剛剛跟您提過的 用訪客的 反客的其實您只要一點 這裡 您直接選擇試試看就好 那麼它會點您一個就是GAS的 然後後面有一個八位數的這個號碼 八位數的號碼 那下次如果您想要繼續 比如說因為它會幫我們做學習歷程的紀錄 那麼您下次就繼續打入這個八位數的號碼 您的學習歷程就可以繼續下去 好就可以繼續教育 所以如果說 您覺得說我現在還暫時不想註冊 你就用試試看就可以了 這樣點了之後就可以馬上進來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好那您會發現其實您現在 當我們在這個 測試版裡面做的內容 除非就是那個測試版新的功能 不然的話呢所有的資料還會 在我們現在正式版上同步 所以您不用擔心說我在測試版這邊做的 我到正式版要重新再做一次不用 都是一樣的 只有新功能不會過去 只有新功能不會過去 所以您進來之後呢 您在這邊就會看到這樣的內容 那我們的資料的話呢 我已經放上去了 我們在這邊 您預設在發現這邊 看到的是別人的 好看到的是別人的 那麼左邊的群組跟課程就是您自己的 可能是您自己建立的群組 或加入把別人的課程加進來 那一般來講群組就是我們講的班級的概念 好班級的概念 那我的資料呢 我們主要就是在這一邊 放在班級群組這邊 好那當然您如果在發現這邊 也會看到我的一部分 我的一部分 那乃琛老師在下面 好那麼 那麼待會老師您加入之後呢 就到這邊 群組裡面 您可以從這裡 按 加入的群組 按加入 那這裡有個群組代碼 其實 如果說老師您本身 班級是不想公開的 他可以用代碼加進去 那如果以我自己來講 我的課程大部分是公開的話 您也可以從發現這邊 看到群組這邊 好有沒有看到我們的第一個 找到了 找到了 那您 如果說您是要看別人的 而且有公開的 就從這邊 直接點進來 有沒有 右上角就有一個加入了 所以有兩種方式可以加入 好 有兩種方式可以加入 您按加入 他馬上就會帶您進到我們的課程裡面來 這樣OK 好 那一般來講 我是比較喜歡用群組 因為這樣班級的經營比較方便 好 比較方便 那就麻煩老師請您先試看看 您先到這個網址 前面加上test .one.note.net就可以了 那 剛剛提過的 如果您在登錄的時候 如果您覺得 呃 還沒有註冊帳號 或暫時您覺得比較麻煩的 您可以用訪客 好 他在右上角這邊有沒有 後面這個八位數 您只要記錄下來 下次您的學習歷程還會在裡面 OK 來我把畫面還給您囉